香港大靈異,恢復製作 原因是經濟衰退,希望大家大吉大利,有點娛樂 所以恢復製作香港大靈異 就是小弟陳雲 小妹就是阿玉 阿玉就是過來拍檔 大家聊聊聊聊靈異或神奇的事情 讓大家開心一下,或者增長知識 這一集我們就講一件不知什麼 我們今集就講 我們平常人都看不到的東西就是鬼 鬼,但他上一身就會見到 但你看到的是人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小小的矛盾 其實鬼是什麼鬼? 鬼一般都是死了 我知道死了的人就會變成鬼 有些會落地獄,有些會上天 有些會留在凡間 應該那些一般就稱為鬼 因為佛教來到中國之後 就是那個觀念 輪迴,轉世,往生 所以就是鬼 一般舊式中國的看法 你說漢朝之前 總之是死了,雲拍飄飄下 兩個觀念是不衝突的 一個是不知去哪裡 一個是有地方去 但是死了之後 他往生之前都有一段時間 不知道去哪裡 這些叫遊魂 或者野鬼 或者孤魂野鬼 或者家鬼 如果家裡死了 鬼呢 我們怎麼知道有鬼 我們一般人其實應該都看不到 看不到 最多知道鬼的途徑就是 農曆七月 或者是電影 小說 講鬼那些 但正常一般都應該感覺不到 有些人有陰陽眼 或者是開了陰陽眼 或者是有些道術 可以看到 一般其實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有些人好像我自己看不到 但我會感覺到 是啊,所為感覺到 忽然間一陣寒風飛過來 打個冷針 或者是在街 經過大樹蔭之下 會頭痛 突然間想吐 有些時候 一般都是這樣 或者有時候好像 明明前面沒有東西 又會撞到東西 怎麼彈開的 一是他彈開 一是我彈開 當然是有一件事在 承著承著 鬼打出去 是啊 大陸說法 北方馬說法 所以呢 鬼就 死了 所以是一些 能量也好 或者是 拍也好 雲拍 一陰一陽 一邊上天 一邊落地 一升一降 那就是 插了兩角 鬼就見不到 但是有些方法是見到的 譬如說 剛才玉說的那些 電影會見到 或者會感覺到 好像撞東西 但又不是東西 硬硬承著有些東西 又或者是 發夢 即是那些很清醒 清明夢 即是那些夢境記者很清楚 哎呀 好像有些東西 又或者是 他寄託一些地方 即是說他 上一身 有時候是雞仔 兔仔 牛 或者是人 特別是人 他上了身 咦 好像力大如牛 好像是 或者是他有神奇知識 明明未去過日本 會說日本話 會說很多神奇地方的東西 或者會說清朝的東西 明明他不是讀那麼多清朝歷史 也不是看那麼多清宮劇 這些就很古怪了 是啊 這些真的很神奇 因為我們說完什麼是鬼 不如我們說什麼鬼會上身 因為我們一般最害怕的就是 哇 農曆七軟 是啊 不要出街 很容易會有鬼上身 前的身就會令到你走衰運 會生病 其實為什麼鬼會上身呢 一般是想上你身來還你的心願 或者是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就是想害人 或者是想… 什麼都有 看看他是什麼狀態 比如說如果上身的是… 他有些事情還沒做完 要擺脫這些人去做的 比如他害人或者報仇 令到一個人無端端去打另一個人 或者是罵另一個人 那些是小情大戒 前生未了那些 那些願望要滿足 要償還 有些人就叫人去拜他 那些比較容易解決 只是說… 一旦被人發現了 那他說 我死了很久 他在那裡 希望你們修緝一下 或者燒一些金銀給我 那些比較容易搞 那些可能是有些再怪一點的了 就是說… 透過上了人的身上 做其他事情 要不是做好事或者壞事 或者是還原 而是… 可能是有些修行的事還沒做完 那些就叫奪射了 爭奪的奪 射了一個房射的射 那些是比較深奧一點的 嗯… 所以我們可以稍再詳細 上身有時就不一定是鬼的 有時是神靈都會上身 嗯…明白 那些就是文米 文米、扶基、降靈那些 那些… 那些我們… 有時前路忙忙 有時會看看呂祖、扶基 或者是王大仙那些 在壇上降靈 甚至是求籤 那些人說求籤 如果那間廟的那個神靈 不是… 不是常在那裡的 對… 那很可能都是那些周邊的那些 修行中的山神 或者是小精靈 幫忙揭露一下 你去做什麼 或者去找工 或者去賭碼 類似那些 那些都是有趣的 因為我以前去台灣去旅行的時候呢 是專門去不同的廟寺 或者是教堂 那些那些 那我當時認識到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去廟的時候 你要小心一點 你一定要找一些是大廟才好 你不要亂進去那些廟裡 隨便放 因為可能寫著 可能是孖祖 但是廟很小 但是其實裡面公佈著的 像是孖祖 但是進去其實 已經是被另一個山靈 或者是怪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妖靈 是霸佔了 而你不知道他好 還是你亂拜 你就會走衰 那些有時候當地人叫陰廟 有時候陰廟 就是說 有時候他拜的其實是鬼來的 就是那些 當年的犧牲 那些英烈 有時候就是 好像剛才你說的 就是大神不在 可能有些狐仙 那些是在 或者那個廟 那個廟本身是供奉那些 但是 又不好意思說 就是放一個大的神 在那裡 遮掩一下 其實如果是幫人的 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就是給一些機會 鬼怪可以借你修行 其實都是 對這個好事來的 有一點 有時候 那個鬼怪 那個 那個 道行未夠 或者有些 貪親癡 有些慾望 有時候自己是有些 非分之上 很容易是 給他 跟著自己 或者是 等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叫自己 償還給他 那些就比較麻煩 那些是 經常 有時候聽 人們祈求一些 很靈 然後 原來要報 要還 那些 那些可能就要用更多 有些可能聽過 要用一條命去畫 那些很恐怖 那些很難搞 那些要找法師 就是道士 法師 或者其他宗教的教師 說回鬼上身 對 我想問 其實一般鬼上身 他上你身 是否一定是有目的 還是其實 只不過見你 走過你時運低 不幸運 想上你身 和你交流 可能是那些 因為小時候我自己也試過 因為鄉間的茅廁 通常都是樹蔭底 那些 小便 忽然間就會有人撞過來 那些就要小心 那些可能是山神妖怪 或者真是鬼 可能撞過來 拿些陽氣 或者是他沒有飯吃 借你口吃點東西 那些是比較小意思的 不過通常都會知道 然後撞過來 不是打尿震 而是打冷震 然後就一爭 走開 那就沒事了 我從小時候都認識 沒有人教 就知道人的氣魄強 就會自動叫人走開 即是彈開 那我想問一問 以前你說 鄉間或者是人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就有些山神妖怪好像特別多 特別容易鬼上身 但其實我們現在香港 尤其是人多擠迫 老師你覺得其實都是差不多 都是有 常常有鬼上身的事 要看情況 鄉下就是人少 人煙稀薄 自然就山神鬼怪 多個位置給他 那 城市就兩體 如果城市人的陽氣夠 人人都很開心 龍精富猛 這樣 鬼怪要躲起來 深一點的地方 不會那麼容易出來了 但如果城市 是什麼 沒有沙布來聲氣 人人都不開心 那它照樣出現 因為它佔的空間 很小 它不會像我們 人煙囚蜜 一家四口 一個小火柴盒的單位 它就不佔空間 它可以重疊 那老師 是否鬼一定是晚上才出現 正是晚上 也不是的 日常都出現 日常見不到 不是那麼容易作怪 日常是光猛 或者日常人們不害怕 不害怕 就沒有那麼容易感應到 其實你知道 他的心夠定 夠堅硬 不要害怕 其實都是比較容易避免 擺出身體的情況 即是說 你叫做氣魄 氣魄比較強 講了這麼久 講了鬼傷身故事 給大家聽 這個是朋友提供的 有一個朋友叫香香 你當是一個有趣的名字 可以了 他就很喜歡玩這些新紀元的道術 New Age的道術 有一次他去了一間大酒店 大酒店舉辦了一些修行者的小活動 叫Full Moon Meditation 即是說 一些圓月之夜的冥想 大家在那裡坐個圈 坐個圈 打坐 大家在那裡看些東西 誰知道 忽然間他就醒覺到 大家在圓月之夜坐在一起 全部都是女人 好像在招喚一些東西 好像招魂 忽然間他自己覺得 或者看到 是召喚了一個老修女的靈魂 這是真的 一會兒會告訴你 什麼鬼 他可以是老修女就可以 可以是老修女的形象出現就可以 自此之後他上班 就會看到一些同事的面色是不同的 有些同事是紅色 有些同事是橙色 有些同事是橙色 看到同事的所謂能量場 然後他就看書的時候 如果他看佛教的書 會忽然間跌倒 看不到 然後如果去寺院那裡參加法會那些 又很不想去 好像有人拔走 真是進去 他就看到一些法師 為何好像看到 一隻猴子 一隻動物 然後麥法師之前 給他一些護身符 他就很不想戴在身上 這些就是 比較明顯一些的鬼上身 他是避開一些佛教 或是說修行的書 或是說政法的書 然後還有一些奇怪 他就開始經常失眠 睡不到睡覺 然後家人開始擔心 很消瘦 吃不到東西 最後都是入院病了一段時間 然後寺院的法師 找回他 幫他拒邪才好 這就是參加的儀式 但儀式可能因為不在道場 做舉行 是容易召喚到靈體的東西 大酒店也挺驚恐嚇 大酒店也有很多東西 就是過客的地方 沒有人住 因為他是無主的 雖然酒店是有酒店的住人 就是酒店的商人 但他平時是無主的 那些人切出那麼轉 還有有些時候是沒有人住的 所以那些頭房尾房 那些怪的地方 就好像有這些 每一次去酒店房 進去之前一定要敲門 我試過忘記敲 我媽媽會馬上罵我 那些越敲越驚 那些越敲越驚 原本沒有想到這件事 或者是按鐘 一敲完門之後 哎呀 那人又馬上又驚一驚 有時地產經紀 帶人去看房子也是 那間房子雕空了很久 他進入之前都是按一下鐘 然後看房子的人 咦 有料到 其實應該敲門還是不敲門 敲門就是有料到 對呀 敲了門就沒事 但敲了門就沒有生意了 可能等一下以為你凶宅 奇怪啊 你這個叫我 哈哈哈哈 那這個老修女的故事 其實有些少少的秘聞 但如果是信天主教 就可能不太喜歡 因為中世紀 那裡就會說如果是 死之前還是處女 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要是破了身才能死 那因為老修女還是戒行很好 但是又不知道搞什麼 是上不了天堂之類 那就有點怪了 所以可能是會猛鬼 挺有趣的 香港是可以無緣無故招到修女 是這個外來東西 來老的東西 在香港未必有的時候 突然間又可以招到過來 跟著呢 我們就說一些比較正經一點 就是問米或者是鋼壇那些 這個老師剛剛剛才也有說過 其實鬼上身 上身這件事不一定是鬼 有時可能是其他精怪 或者是其他人 是啊 神 那老師也有說 降靈和奪射這兩樣東西 剛剛老師 我們之前也有談談過 其實這兩樣東西都很相似 是啊 降靈是一陣的 奪射比較久 降靈通常是指點迷津 或者是說一下世界是什麼 即是說一下未來的事情 或者說一下吉空 降靈通常是一個壇 即是招他下來 不要說他 招個神明下來 大家得罪 招個神明下來 接著就問一下他的情況 神明通常都會顯示一些另外的東西 說別的語言 忽然間又會打功夫 或者忽然間說那套北方話 是明朝話 這些都是應驗的東西 接著就問什麼 他要不就口說 要不就是寫字 或者在沙盤上 降在兩個機桶上 沙盤上 兩個機桶 大家拿著一支木棒 中間有一支竹仔 在沙盤上動來動去 旁邊有個人就找無不知 或者原子不得的 寫下說什麼 通常都是詩詞來的 接著就講了一支空 其實問米 我們香港一般人 其實都會經常聽到 無論是老少也會聽到 反而機桶在香港 好像沒有怎樣聽過 反而台灣比較多 台灣比較多 香港就有一些拜淚祖的壇 或者拜茅山的壇都有 對 要不就去一些很舊的屋 或者是舊的大廈 有時候是木屋 有時候公屋都有 總之就是一些比較有趣的阿婆 通常都是寡婦來的 或者是未結婚的 就是老處女 我們叫做古堅 然後他通常是拜一些特別的神 就是拿渣三太子 或者是他自己的家臣 就是自己家裡的英年早逝 或者有時候是參軍死了的那些英烈 那些叫做英烈 或者叫做威靈 他就可以個別地問他問題 然後就說答案 紋米真的有米在前面 但是那些比較古怪 他就會拿一堆米這樣釘出去 然後逐隻逐隻數 有些像翻攤 最後數剩多少粒米 單數雙數 這樣算一算 原來紋米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跟我媽媽一起去過紋米 她跟我說的叫紋米 但是中間是沒有牽涉米的 去到之後就在屯門某一個山區 去到很山卡拉的地方 沒有車道要走上去 這間小屋子 好像老師那樣說 在一些很偏僻的地方 進去之後就 見他點一些香 很多神壇 真的點完香之後 其實是我媽媽想問一下 我們家中的先人 祖先有沒有什麼需要 因為他說之前好像經常做夢見得到 然後他就走去說 不如好像心掛掛 不知道做了什麼 是不是欠了什麼 就去紋米 原來紋米就問到 原來是我家平時燒衣的習慣 就是不是那麼正確 燒衣的時候 那些衣就沒有寫名 也都沒有 因為其實家裡有個神位 我們沒有在家裡跟他說 我們待會去燒衣 所以那些先人就託夢給我媽媽 就跟我說 其實我們燒一些東西 它是收買的 因為人不在家裡 又沒有寫名 然後又不夠衣服 然後之後呢 我媽媽聽完都說 咦是呀 真的 我們平時真的沒有燒衣服 反而那些金銀 我們很少會燒衣服 之後後來 每一次我們都會做對的事情 那樣之後就沒有再有這樣的暴夢 因為真的要金銀家醫子 我們叫金銀醫子 另外就是燒衣就要寫名 就是衣包寫名 或者是燒將路票 就是路人叫土地公公 帶他過來 另外如果家裡有拜觀音 黃大仙或者佛那些 就跟他講聲 或者土地也是 如果家裡有土地神位 跟他講聲 要不然他不能進去家 或者是在露台上不能進來 好 老師 我希望我們之後 香港大靈議會有幾集可以說一下這些 是啊 這些真的好像 整天個個都會這樣做過 但其實沒有人知道哪些 還有燒衣 就說完這件 我們就下下一節 燒衣就千萬不要拿一支小口叉去撩它 要是完整的衣 否則他收到一件衣服就爛了 糟了 會被人笑 快生的時候 我媽媽都不讓我笑 因為他說我經常撩爛衣服 千萬不要貪心急 慢慢來 你要在旁邊吃著雞才行 好吧 我們暫時休息一下 回到下一節 我們會詳細說一下奪寫和江陵 找期待 DNC 我一定不知道